欢迎回来 那接下来我们正式的进入第三节 信用风险的监测与评估 那么这一节呢 我们主要分成三个部分来进行讲解 包括信用风险它的监测 预警和报告 那这一节的内容就不像前两节这么多啊 所以大家学起来会相对更轻松一些 我们具体来看啊 首先来看第一个风险监测 那监测的话我们也分成不同的客户 我们在最开始第一节的时候就给大家讲过 客户有什么 有单一的客户有这个集团的 是不是我们先来看单一客户的监测啊 单一客户风险监测的方法包括什么 一整套的贷后管理的程序和标准 并帮助客户信用评级贷款分类等方法 就用各种各样的方法 一整套的贷后我对他进行监测 那么在我把款项贷给客户之后 那么在我完全的把本金和利息 全部收回来的这个过程当中 我对他始终进行监测 一套流程下来啊 那么客户风险的内生变量 主要包括以下两大类的指标 就是客户他的内在 他风险的内在这个变量 包括哪两大类呢 我们来看 首先第一大类叫做基本面的指标 那么这个里面的考点是什么 你要知道基本面的指标包括那几类 比如说第一类叫品质类 听着名字就品质 就是我把这个钱带给你这个企业了 那你这个企业他合不合规啊 治理的怎么样 公司的管理素质怎么样 内部架构怎么样 就是你未来这个款项还钱的这个品质怎么样 是吧 就是品质类的指标 那实力类的指标呢 就是你有没有这个实力能力把钱还上 所以他更多的指的是你的资金实力啊 技术和设备的先进性啊 你的运营效率啊 成本管理啊 更多的偏向于企业管理这一类 那最后一类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所说的环境类的指标 比如说对应的市场当中的竞争环境呀 包括政策法规对你有没有影响呀 还有一些重大事件发生对你有没有影响呀 对吧 这是我们所说的环境类指标 那在这个里面需要大家知道什么 基本面指标包括哪三大类 品质类有哪些 就品质类 实力类和环境类 你知道有哪三大类就可以了 然后第二个就是财务类指标 我们在之前的课程当中 给大家讲过财务类指标 都是一些比率类的啊 比如说我偿债能力怎么样 短期偿债能力 还包括挣钱的能力 我整个企业的运转效率怎么样 以及我的增长能力怎么样 是吧 所以这是衡量财务指标的 就很好划分 好 我们接着往下来看一下这道题啊 那上一行在对客户风险进行监测的时候 通常需要分析客户风险的基本面指标 那么它的这些基本面指标包括什么呢 比如说这个客户的什么 它的实力呀 品质呀 还有什么 环境 这是基本面指标 因为我们说对它的指标分析 通常有两大类 一个是基本面 一个是什么 一个是我们所说的财务类指标 而我们所说盈利能力的指标 它属于什么 属于我这个财务类的指标 所以啊 基本面主要有这三个 ABC 好 这是这道题 我们往下再来看 那么如果我从 刚刚是从内生变量 对吧 影响客户的内生变量 我们去靠横基本面和财务面 那么如果从客户风险的外生变量 就是内在因素 可能会影响客户未来还款的可能性 以及外在因素 哪些可能会影响到客户未来还款的可能性 从这些角度出发啊 那么借款人的生产经营活动 它不是孤立的 因为你在生产经营的过程当中 它设计什么 它跟不同的企业之间还有关联 比如说生产类型的企业 我如果是生产服装的企业 那我服装的一些原材料 对吧 比如说一些原材料啊 就配饰金属 再比如说这个布 对吧 它这个不同的这个布料 颜色 以及不同的这个 这些东西 包括这个 这个做布的这些 具体的一些工艺什么的不同 也会影响 所以这个时候 我不是孤立的 我会受到跟各个企业的一个联系 所以它与什么有关系呢 主要股东 对吧 你的主要股东如果出现问题啊 也会对你企业产生很大的影响 还有什么 上下游的一些客户 对吧 你的这些服装卖给谁啊 通常是销售的 销售主要销售渠道是谁 你的这个净的这个 比如说一些布料呀 一些原材料 你都从哪些企业进 如果你如果原材料断供的话 那你生产什么 你还生产什么布匹对吧 如果你的销售渠道出现问题了 你比如说你是定点销售一些 线下的一些一些渠道 比如说你专门是在一些商场 对应的一些品牌啊 你专门替他们做加工的 那你这个时候 你的上下游客户 如果一旦出现问题的话 那你一企业也面临着 很重大的这个业绩上的问题 你可能很有可能 今年就还不上款了 是吧 所以还有什么市场竞争者 等等这些因素啊 与持续交互影响 就这些因素相互影响 就是一些外在变量 会影响到你这个客户 未来还款的可能性 外生变量 好 那第四个是什么呢 就我们关于贷款 把它划分成五大类 哪五大类呢 第一个叫正常 正常意味着什么 就我这个贷款 肯定能还得上呗 那肯定能还得上的这种贷款 被咱们称之为叫正常贷款 那么第二个 被称之为叫关注贷款 就关注 就我需要投注一些关注给他 为什么呢 因为可能会存在一些不利因素 影响他未来还款 所以被称之为叫关注贷款 那次级呢 就是我出现问题了 我在未来可能会造成一定的损失 那这个可疑类贷款呢 就损失就比较大了 那到了损失类贷款 基本上就收不回来了 所以我分成这五大类 那这两类 基本上是能还得上的 那后面三类 基本上就还不上了 出现损失还不上 所以后三类 被称之为叫不良贷款 贷款的五级分类啊 你们在各种跟金融有关的考试当中 基本上都会遇到 所以必须得掌握 在咱们这里也很重要啊 好 我们往下来刊提 下类关于贷款五级分类的说法当中 不正确的有哪些 那关注类贷款是什么呢 我们说正常关注刺激可疑损失 那正常贷款一定能还得上 关注类贷款是啥 出现了一些不利影响因素 正常也是能还得上的 所以尽管借款人目前的 这个有能力偿还本息 但存在一些不利影响因素 这个说法是没有问题的 那正常贷款 我肯定能还得上呗 就没有任何理由怀疑 我还不上 所以这个也是对的 那次级贷款是指下 次级可疑损失 它们主要就是损失程度的问题 损失程度较小 损失程度较大 基本上收不回来 所以次级是我造成 较大的损失吗 并不是 我都出现了一定的损失 可疑是什么 我造成了很大的损失 所以会发现这个里面 我们关于次级跟可疑的描述 就说反了 它俩损失程度是不一样的 损失类是基本上收不回来了 就是收贵很少的一部分 所以这道题 我们说除了C跟D 张冠李贷了 那么其他选项都是对的 那不正确的就是C跟D 好 我们往下来看 那下面我们就讲了 在贷款风险分类过程当中 我们经常把这个贷款分类 跟债项评级两个概念 容易高混淆 那贷款分类是什么 是我综合考虑了 大家的一些风险因素 包括信用风险因素 和债项交易损失的因素 就是我是综合 我的贷款分类是一个综合考虑因素 就综合考虑下来 你是能还得上 还是不能还得上 能出现一定的损失 还是这个较大的损失 还基本上还不上了 对吧 所以这是贷款分类 我是综合考虑的因素 所以我实际上是根据预期的损失 是真的已经发生损失了 并没有 就现在还没有 我只不过根据你预期 未来可能会产生什么样的损失 把你进行不同的贷款分类 对吧 把你分到不同的贷款里面 那么主要用于什么 贷后管理 就我为什么要进行这一类的分类 就为什么呢 就是就是因为我根据啊 我对你的预测 综合的一些因素 对你的预测 把你分到不同的类别里面 针对不同的类别 我要采用不同的措施进行管 所以我是属于一种贷后管理 贷款已经贷给你了 这件贷款这件事已经发生了 我在未来让你把 连本代息把钱还给我的 这个过程当中 我所做的一系列的工作跟努力 是吧 那是属于事后评价 所以这是贷款分类 那么债项评级就不是了 它不是综合考虑 它是仅考虑啊 它是仅考虑 你看综合考虑和仅考虑 不一样了吧 仅考虑什么 债项交易损失 而我贷款分类 我不仅考虑你债项交易 我还考虑信用风险因素呢 所以啊 然后再往下 可同时用于什么 贷钱审批和贷后管理 所以债项评级是 我这家银行 我决不决定把这个钱 贷给你这个客户 包括把这个钱 贷给你客户之后 把这个钱收回来 整个过程当中 我都可以用作 不同的过程当中 而我们所说的 这个贷款的分类呢 它仅仅是用作 款项已经贷完了 那么在贷款收回来 这个过程当中 我进行贷后的一个审查 你看啊 那么这是它 它可以是一种预先判断 它是不同的过程 它只有一个过程 贷后过程 所以啊 债项评级与客户评级 构成的二维评级 还记不记得 我们在第二节里的时候 给大家说 我评级是分成两个维度的 针对客户 针对债项 那这两个评级 能够更细化的 能够实现更细化的贷款分类 就这两个评级 就把贷款分类了 就不同的客户 你比如说 我们通常包含 10个债项和12个等级的客户 那乘在一起 就是120类 贷款5级分类法 这120类 所以我会更加的细致一些 这是我们之间的区别啊 我们来看提议 那么下列关于贷款分类 和债项评级的说法当中 哪一个是不对的 那首先A选项说 债项评级与客户评级 构成的二维评级 能够实现更为细化的贷款分类 这个是对的吧 因为我们所谓的这个 债项评级分为客户 对吧 客户和债项 这两个在一块会更加细化 10乘以12是120项 所以啊 这个是对的 那么债项评级综合考虑了 错 债项评级仅考虑了什么 仅考虑了 不是综合考虑了 谁综合考虑 是贷款分类才能综合考虑 而贷项评级仅考虑了 债项将业的损失 所以这个不应该是债项评级 应该是贷款分类 对吧 好 我们往下来看 下面一个 贷款分类可以用于审批和贷后吗 贷款分类仅用于贷后管理 这事已经发生了 那我针对不同的贷款 把它们分成不同的等级 那不同的等级 我有不同的管理 所以仅考虑了这一个 那这个就不对了 对吧 用作的成只用一个环节 这又谁用两个环节 就是我们所说的债项评级 好 债项评级主要用于贷后管理 更多的体现为一种 失后评价吗 不是吧 谁是用于贷后管理 应该是我们所说的贷款分类 而债项评级 我可以用于审批 可以用于贷后 我可以用于试钱 对吧 这事还没发生之前 我做预估 所以这个就不对了 债项评级 仅考虑影响交易损失的 特定的一些风险因素 那客户性风险因素 由客户评级来完成 对啊 对吧 所以它是不一样的 仅考虑一种 所以这道题 我们说能够对的 只有A和E A和E 像BCD都是不对的 那让我们选不对的 那就是BCD 所以大家做完题目的时候 稍微再看一下 审价提示 让你选对的还是不对的 就很容易有 在这个地方出现错误 为什么 有很多学员 他是懂的 他是能够判别出来的 但选的时候 容易选错 不要在这个地方吃亏 所以答案选什么 BCD是吧 好 我们往下来看第二个问题 关于组合风险的监测 那组合风险监测 它一般来说有两种方法 哪两种 一种是传统的 一种是资产组合模型 我们分别来看啊 我们先来看传统的 它是怎么监测的 传统监测呢 就是主要是 对信贷资产组合的 受性集中度和结构 进行分析监测 它是对 信贷资产组合的 受性集中度和结构 进行分类 就是我这个资产组合 我把我的这个 贷款集中度怎么样 对吧 受性集中度怎么样 还有它整体结构怎么样 我进行分析预测 那么结构分析啊 它包含哪些类型 就是我 我不是你 不是对你进行 集中度和结构分析吗 我主要集中在哪些类别上 客户 行业 产品 区域 你要知道它集中在哪 分析集中在哪几个方面 然后它等的一些 资产质量呀 收益呀 利润度的 利润贡献度呀 这些等维度啊 就分析包括这些等的一些 资产质量 收益 我收益又叫这个 利润贡献度等 那么上一行 可以依据风险 管理专家的判断 然后给予各项指标 一定的权重 这个权重是什么 因为我是传统的方法 我还是依据专家的 这个判断 我给予你 因为这个结构 是你自己选的 我到底主要关注 哪几个结构 那通常选的是 行业客户产品和区域 那么然后站在质量收益 这两个维度 对吧 等很多维度 然后你根据 这个专家判断 你给予每一个指标 不同的权重 那这个时候 你算出来的 这个综合指数 就是我们所说的 这个你的判别的 一个依据了 你去算一个综合指数 好我们来看题啊 上一行可以从什么维度 对贷款组合 进行结构分析 我们讲了几个 我们讲了什么 行业客户产品区域 资本产量和利润贡献度 对吧 所以这个里面 我们说答案选哪个 选的是ABCD 全部都在啊 行业产品客户区域 以及利润贡献度 全部都在 好 这是我 它包括哪些 包括这些维度啊 等这些维度 这些维度全部都在 所以你要知道 它有哪几个维度 实际性的点 它没有什么好的方法 就实际性的点 稍微记一记 多熟悉一下 下次看到你知道选啥 那么第二个问题是什么呢 就是资产组合 它的模型 前面我们讲的是传统 第二个讲的就是资产组合 那么资产组合啊 商业银行 它在计量某个暴露的 信用风险的时候 它会估计每个暴露风险 未来的这个 大概的一个 价值概率分布 然后再去计量总的 那么它呢 通常也有两种方法 第一个是什么呢 就是估计各暴露之间的相关性 然后得到整体的一个概率分布 那第二个是什么呢 就不处理它们之间的相关性 直接进行一个整体 把它看作一个整体 算出来一个概率分布 好 那么这个时候 我们在资产组合模型的时候 需要去看啥呢 看后面这句话 组合监测既能够体现 多样化投资产生的 风险分散效果 就组合投资 我能够体现多样化产生的 风险分散的效果 因为我们前面就反复给大家讲 构建投资组合 我是要分散风险的 而组合监测能够体现这个点 还有呢 防止国别行业区域产品等 温度的风险集中度过高 就是我构建组合监测嘛 然后我分成不同的维度 所以就会防止某个集中度过高 实现资源的最优化配置 要不你为啥构建组合 是吧 所以这是它的一个特点 你来看题啊 那么组合层面的风险监测 把多种信贷资产 作为投资组合 进行整体的监测 那么关于上一行 组合风险监测 下列说法当中 哪一个是不对的 首先 上一行组合风险监测 主要是有 传统的和资产组合 两个方法 是我们刚刚讲的 主要就是这两个方法 好 这是对的 那么上一行可以依据 风险管理专家的判断 给予各项指标一定的权重 这个讲的是谁 就是我们刚刚讲的 传统组合的监测方法吧 就专家根据经验 我根据某 你选了一些指标 那我给每个指标 不同的权重 通过这些权重啊 来计算得到一个具体的指标 这个也没有问题吧 好 那么资产组合的 模型的方法 主要是对 信贷资产组合的 受信集中度和结构 进行分析 监测 这个描述的是谁 他描述的不是资产组合 模型方法 是不是 他描述的是谁 传统的组合监测方法 所以这个就不对了 张冠李戴嘛 然后组合监测 能够体现的多样化 投资产生的风险分散效果 组合监测嘛 构建投资组合 多样化投资 它一定会有风险分散的效果 防止国别行业 区域产品等维度的风险 过度集中啊 然后实现资源配置的 最优化也是对的 所以这道题唯一不对的 就是C 因为C选项 它描述的是 传统的组合监测方法 所以你看一到综合体里面 它出现很多个点 我们整个的监测方法 有哪两大类 每一类代表什么意思 它有什么样的特征 靠点就这个 好 我们接着往下来看 第三个问题 关于风险监测的主要指标 我们说风险监测啊 它主要有很多的指标 但这些指标是要求 大家会计算的 你比如说我们说不良贷款率是什么 它就不良贷款比上贷款 贷款总额 所以不良贷款率 我们再细分 不良贷款包括什么 我们讲贷款的五级分类法 后三类叫不良贷款 次级可以损失 比上各项贷款 那么关注类贷款呢 关注类贷款比上各项贷款 然后这个逾期贷款呢 逾期贷款比上各项贷款 那当然你要求比率 都要乘以百分之百嘛 所以还是比较好算的啊 好我们来看一道题 如果一家国内上一行的贷款资产的情况 如下所示 正常贷款是这么多 关注类贷款是这么多 次级类贷款是这么多 可疑类贷款是这么多 损失类贷款是这么多 问你不良贷款率是多少 不良贷款率是什么 不良贷款比上贷款额 对吧 那不良贷款是什么 次级可以损失 好那你要找次级是哪个 次级是十亿 可疑是多少 七亿 损失是三亿 这三个叫什么 不良贷款 那我要比上什么 贷款 总额 对吧 到底有多少贷款 贷款五级分类法 所有的贷款划分成这五大类 所以我把这五大类加到一起 正常 五十 加上关注三十 再加上后面不良贷款 十加七加三 是不是 我一比再乘以百分之百 是不是就是不良贷款率了 所以说很简单 不良贷款比较贷款余额嘛 贷款余额你也可以看成是贷款总额 所以在这道题里面算出来结果是多少 递选项百分之二十 简单嘛 好 我们接着往下来看第四个问题 叫贷款风险迁徙率 它指的是什么 就是我原来正常好好的这个贷款里面 就有好的贷款变成不好的贷款的这个数额有多少 那么它在总的这个贷款里面占有多大的一个比率 所以这是我们所说的贷款迁徙率啊 这个里面它提到了什么 商业银行信用风险变化的一个程度 然后表示为资产质量从前到本期变化的一个比率 是一个动态的指标 我们具体来去分析它这个几个比率的时候 你就大概明白什么意思了啊 首先第一个叫正常贷款迁徙率 什么样的是正常贷款 我们讲贷款有五级分类 前面两个正常都能还得上吧 一个是正常贷款 一个是关注贷款 那不良贷款就后三类 所以我们在算正常贷款类的迁徙率的时候 我要知道正常类贷款和关注类贷款 就这两个都能还得上 就这两个都能还得上 这两个里面有一部分贷款 就正常里面有一部分贷款 关注里面有一部分贷款 它们转变成了不良贷款 所以我要把它算出来 就转变的这部分是多少 所以算的是正常类贷款当中 转变成不良贷款是多少 关注类贷款当中 转变成不良贷款的这个数额是多少 好我要知道这两个比的是什么 比的是正常贷款和关注贷款 因为我们算的是什么 算的是这个正常贷款迁徙率 但我们一般数值上给的是什么 它没有这个量 它一般给的是这个变动量 变动量里面因为我们知道 正常贷款对吧 我知道这个数额 期出的贷款数额是多少 我也知道假如说正常贷款的数额是500亿 它转变成我们所说的 这个不良贷款的数额是1亿 也就意味着啥 我的正常贷款就不再是500亿了 它现在是499亿 因为有1亿变成了不良贷款 是吧 所以我们在比上这个额度 总额度的时候 就正常贷款额度的时候 它要发生变化 用期出的正常贷款500万 减去这个 这个期出正常类贷款的减少额1万 是吧 还有什么关注类同样也是这样减的 所以就相当于我用什么 你假如说这个是500万 这个也是500亿 这个是多少 这个假如说也是1亿 它就相当于什么呢 我们用正常贷款当中 转为不良贷款的金额 500亿里面其中有1亿 转变成不良贷款了 所以就这个1亿 那关注类贷款呢 也就500亿里面也有1亿 转变成不良贷款了 我再加上这个1亿 比上什么呢 比上我们所说的 就现在 就是现在除了这个500里面 减掉的这个1亿 对吧 正常类贷款还有多少 500减1亿 我还有499亿 那么关注类贷款里面 现在还有多少关注类贷款 关注类贷款原来有500亿 现在已经有1亿 变成了不良贷款 所以也是500减1 当然你要乘以百分之百 这个算出来就是正常贷款迁徙率 就不很容易理解 对不对 你这样大概明白 迁徙率是啥 我变动的 我又好变成不好的这个量 它占的比例有多大 好 我们来看题啊 根据正常贷款迁徙率的计算公式 那么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 下列说法当中 哪一个是不对的 首先A选项说 那么期出正常类贷款余额越多 正常贷款的迁徙率就越低 好 我们来看 正常贷款的迁徙率是什么 是我当中正常贷款 转变成不良贷款的数量 对不对 转变成不良贷款的数量 比如我们刚刚讲 1亿比1亿 比上500减1 然后加上什么 500减1 我们是这么来的 所以他说的正常类贷款的余额越多 也就在底下 正常类贷款的余额越多 那这个数值 分母的数值越多 整体的数值呢 一定是越小的 所以这个说法是对的 其实还是靠你这个公式啊 那么 期出正常类贷款 减少的金额越多 减少的金额越多 也就是分子越多呗 是吧 分子越多 分母越小 那算出来的数值呢 就分子越大 分母越小 分母小整体就变大 分子大 然后整体变大 所以正常迁徙率应该是越高的 所以B就不对了 他考的就是数学 他考的其实是小学数学啊 那么 期出正常贷款当中 转成不良贷款的金额越多 那么正常贷款 迁徙率就越高 这个说法你看 跟他一样吧 转为不良贷款的金额 越多 转成不良贷款金额越多 这个数值越多 底下这个呢 数值就越小 因为我要用正常贷款减去 转变成不良贷款的 所以分子就会越大 分母就会越小 所以这个时候 我整体数我就越高 好 那么期出关注类贷款当中 转成不良贷款的金额越多 就分子越大 正常贷款的迁徙率就越高 也是对的吧 所以这个里面 唯一不对的是谁 B选项 他考的是什么 考的是公式 公式你有没有掌握 然后我们再来看啊 刚刚我们说是正常贷款迁徙率 那我们又知道 我们把贷款划分成五级 对不对 有正常贷款 关注贷款 次级贷款 所以这个里面 我就专门是针对正常 关注次级可疑损失这五类 对吧 当然这个损失一般不看啊 所以我分成了这么几类 有什么 正常类贷款 他就用正常类贷款当中 向下迁徙的金额 对吧 就正常类贷款当中 变成不良贷款的 就或者是往下走 正常下面就关注嘛 往下走的这种金额 再比上什么 七出正常类贷款 减去他减少的金额 你比如说 我七出正常类贷款 就是五百亿 现在呢 我五百亿里面 其中有一亿 已经变成了关注类贷款 所以我算正常类贷款 欠席率的时候是吗 就这一比上什么 五百减一 再乘以百分之百 一样的 关注类贷款欠席率 次级类贷款欠席率 是同样的 所以我不再追溯了 好 然后还有可疑贷款欠席率 所以损失类一般不算 好 我们来看题啊 那衡量商业银行 信用风险变化的程度 表示资产贷量 从从前到本期 整个变化的比率 就有好变不好 再往下一期变不好的 这个过程 那么关注 我们有什么 关注类 对吧 我们分成五大类 有正常贷款 还有关注类贷款 损失类贷款 正常关注损失可疑 刺激 对吧 有这么几种 但是我们所说的 像正常跟关注 它可以划分叫正常贷款欠席率 好 那这个是正常贷款欠席率 还有什么 像正常贷款 可以叫正常贷款类欠席率 像这个关注 可以叫关注贷款 就关注类 关注类贷款欠席率 还有什么呢 像我们所说的像损失刺激 刺激损失可疑这几个 损失类贷款是没有的 因为它基本上收不回来 所以我们不考虑这个 然后我们考虑的是 刺激类和什么 刺激类 然后这儿有 还有可疑类 对不对 所以没有损失类这个 所以答案除了B不对 其他的都是对的 好 我们往下来看啊 那损失有什么 还有预期损失率 预期损失率 就预期损失比上 资产的风险暴露啊 还有什么 拨被覆盖率 拨被覆盖率 听着名字啊 又叫不良贷款 拨被覆盖率 就是在这个里面 我用的是什么 贷款损失准备 就我具体的 贷款损失准备 我专门来用做 如果我的贷款 收不回来产生损失 我来弥补的 我看我能不能覆盖得上 所以叫拨被覆盖率 它用的是什么 你看我用的是 贷款损失准备 贷款损失准备 可以细分 一般准备 贷款 刺激可以损失 我就假设 我所有的不良贷款 都收不回来了 那我的贷款损失准备 能不能把它们覆盖 所以叫拨被覆盖率 用的是 三个准备 比上三个不良贷款 好 我们往下来看题啊 那么假定 某银行2010年 会计年度结束的时候 共有贷款200亿元 其中正常类贷款 150亿元 那么 一共有一般准备 8亿专项准备 1亿 特种准备 1亿 不良贷款率是什么 就我专门为贷款 准备的这个钱 能不能把这些 不良贷款覆盖 所以专门准备的钱 就8亿加1亿加1亿 那不良贷款有什么 不良贷款 就你看 贷款总共是有200亿 正常是150亿 那不良贷款是多少 那贷款就分为 正常和不良嘛 好 正常贷款是150亿 那所有的贷款 减去150亿 是不是就不良贷款 然后我在整体 乘以100%就是我的 拨备覆盖率呗 算是它结果是多少 必选项啊 20% 所以大家会计算 这种公式啊 还比较简单啊 好 再来看 贷款拨备率 它用的是什么 它用的也是 我们所说的三个准备 但三个准备 我不再是 对应的是不良贷款了 而是什么 我不再是不良贷款 我全部收坏了 所有的贷款 我都收不回来的 这种极度的情况啊 那这种情况呢 就是各项贷款余额 让我来算贷款拨备率 还有贷款损失准备充足率 它是指什么 就贷款实际集体的准备 和育婴集体的准备 就告诉你 我应该集体多少 但你实际集体多少 假如说我应该集体100 但我实际集体了150 那我的贷款损失准备充足率是多少 是不是就算出来了 就我用实际的比上 我应该集体的 好 还有什么 单一集团客户集中收心度 就最大的一家集团客户 它的贷款总额比上 我们所说的资本 资本金额 它的一个比率啊 还有关联的受信比率 我用的是什么 全部关联方 它总共的 你给它的受信总额 再比上我们所说的资本金额的一个比率 你要知道他们计算公式是啥 你比如来看这道题 某银行2010年 贷款应计体是这么多钱 那么贷款损失准备充足率是50% 问你应计体是多少 因为我们讲实际计体跟应计体 他们俩之比 就是我们所说的贷款损失准备充足率了 所以我应该用实际的 比上应计体的再乘以百分之百 就是百分之五十 对吧 那我这里面还知道什么 还知道应计体的是多少 应计体的是一百 一千一百亿 所以我实际计体的比上一千一百亿 一乘以百分之百就等于百分之五十 那我实际计体的是不是就一千一乘以百分之五十 那一千一乘以百分之五十多少 五百五吧 所以答应选哪个 选B选项 五百五 三十二百分之五 五百三十二十一 九十二十一 感谢观看